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家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福昌 日本和中国正遭受到大风雪的侵袭 旅游交通大乱 计划前往这两个国家的民众应该要注意 而瑞士最近公投通过 要限制移民的数量 这引起了欧盟的抗议 情况到底如何 待会我们有详细的分析 而肯亚政府正在大规模普杂大象的数量 希望借此来保护大象的生态 最后有一位柬埔寨人 利用无人飞机来拍摄风景 相当吸引人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和日本的大风雪 前一阵子我们为您分析了 局地涡旋对美国中部和东部 所造成的低温和严重损失 现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 也正遭受到寒流的侵袭 根据日本气象局的报道 因为受到一波低气压的影响 日本关东和东北地区 从前天开始降下大雪 日本首都东京也发布 13年来第一个大雪警报 积雪超过27公分 创下了45年来最高的纪录 东京的成田机场 公路和铁路 都因为大雪的关系 而宣布关闭 路空交通受到严重的影响 许多旅客的行程因此受阻 除此之外 因为道路结冰打滑 而引起许多车祸 伤亡相当惨重 而昨天举行的东京都市长选举 因为遇上近半世纪来的暴风雪 造成部分投票所延后开放 投票率大约只有46% 比上回少了16个百分点 日本媒体分析 除了天候因素之外 很多选民熬夜观看 冬季奥运会转播 白天懒人起床 也造成低投票率的原因 而在中国自从上个星期开始 也降下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不过这场出雪来得有点晚 是有史以来第三慢的降雪记录 这场大雪已经迫使94条高速公路 封闭部分路段 20个机场的航班被迫延误或取消 而火车也出现严重的物体情形 使得整个春节收价的交通 受到严重的影响 汽车开过雪地 轮胎痕跡就像摩西过红海一样 流下两侧高高积雪 小朋友尖锐叫喊声音 在冷冽的空气中回荡 走路一个不小心就要滑倒 沿着楼梯落下的雪 仿佛堆积木一般 受到急速低气压影响 日本各地从关东地区到太平洋沿岸都下起了大雪 首都东京发布13年来第一个大雪警报 在强烈寒流以及辐射冷却效应下 各地降雪纷纷刷新记录 东京积雪超过27公分 创下45年来最高记录 工程县仙台市35公分的积雪 也创下78年来新高 连东京都知事选举 部分投票所的选务工作 也都因为工作人员要忙着铲除 投票站前厚厚积雪 以免选民滑倒受伤 整整延迟了两个多小时才能开门作业 除了积雪创新高之外 日本还有好几个地方的积雪 更是打破有史以来的记录 齐域县熊谷市侧道43公分积雪 千叶县千叶市33公分 都是当地气象史上最深 更往北来到北海道 一共137个气象观测站 其中有111个都出现了今年最低温 去年1月 东京意味罕见大雪 造成新干线停驶 铁道公司还加购溶雪机 没想到时隔一年雪更大更猛 因为积雪太深 除雪效果有限 交通网路不堪一击 送电系统荡机 车体被雪掩埋等各种预想不到的意外 频频发生 路空交通全都大乱 大雪在全国各地 引起3000多起交通事故 上千人因为滑倒等意外受伤 更有超过7万户停电 不只是日本大雪来袭 中国也在春节假期快要收尾时 遭到入冬以来最大一场雪袭击 从空中望下去 北京建筑物的屋顶路面就像被大雪冰封 工作人员穿上一层厚厚冬衣 戴着帽子合力清除积雪 担心地面湿滑 天桥楼梯上 大人牵着孩子 还有人紧抓着栏杆 走得小心翼翼 挺好的 我觉得下雪的话可能会给北京的空气会带来一些改善吧 让空气当中的一些杂质片 可能会有所改善 我觉得新年这场雪挺好的 北京降下第一场雪的日子 向来都在每年11月底左右 而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却比往年晚了将近70天 这场雪不仅是北京史上第三晚的初雪 更是大陆入冬以来最大一场风雪 超过10个省份饱受大雪所苦 从公路到航班交通行程全被打乱 中国各地从铁路到机场 也都出现列车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情形 预计恶劣的冰雪天气还要持续几天 大风雪正在肆虐日本和中国 如果你打算要到这两个国家旅游 一定要特别注意大风雪的发展和交通状况 以免受到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瑞士的新移民政策 瑞士是一个中欧国家 地理上有阿尔卑斯山横冠其中 三丰耸丽风景一人 是世界著名的观光圣地 在政治上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 自从1815年起 中立的身份让瑞士避开了强权政治的纷扰 可以说是一个与世物争的国度 在经济上稳定的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 让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世界经济论坛更将瑞士平定为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这些优良的表现在在证明了 瑞士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好国家 也因此许多人都把瑞士当作是移民的首选国家 根据瑞士官方的统计资料 目前居住在瑞士的外国人和外国劳工 将近瑞士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比例相当高 而且每年大概有八万人渔民到瑞士定居 这些大量的移民人口 使得房租上涨 教育和卫生制度的负担增加 间接影响了瑞士人民的权益 因此为了保障权益 瑞士举办了公民投票 讨论是否要限制移民 结果投票率达到56% 是将近这五年来最高的记录 其中有50.3%的选民投下赞成票 同意对未来移民采取配合限制 欧盟对于瑞士的公投结果表示相当遗憾 瑞士虽然不是欧盟的会员国 但是瑞士和欧盟曾经在1994年 签署了一份欧洲经济区协定EA 同意适用欧盟内部市场 人员自由流通的规定 换句话说 欧盟公民可以在瑞士自由定居和工作 因此刚刚公投通过的移民限制措施 违反了人员自由流通的规定 欧盟将在近期内和瑞士就此问题 进行写账 坎根错节的树根几乎压垮了一面瑞士国旗 路边的大型海报上明明白白写着 漫天黑夜降临瑞士 旁边紧邻的一张海报 是巨马重重包围瑞士国旗的标志 标题清楚写着 反对瑞士所国 赞成和反对 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是瑞士公民对于外国移民的态度 2月9号瑞士公民投票 以50.9%比49.1% 超过38000票之差通过提案 瑞士全国26个邦之中 有9个邦持反对意见 不过超过13个邦 赞成对于大规模移民做出限制 瑞士2002年与欧盟签署双边人员自由进出协议 从2007年开始 欧盟5亿公民在瑞士就业市场 享有与800万瑞士人口相同的权益 反对大规模移民公投法案过关之后 瑞士政府必须在三年内 与欧盟重启就业市场协商 中立国瑞士虽然没有加入欧盟 但是邻国与主要贸易来往国 都是欧盟国家 公投的结果 为瑞士政府与欧盟当局关系 投下震撼蛋 目前外国移民人口占瑞士总人口 将近四分之一 每年前来瑞士定居的移民 平均达到8万人之多 大规模的专业技术移民 前进位于瑞士总部的跨国集团 在很多人眼中 他们是推升瑞士经济动力的生意军 但是在很多人眼中 大规模的移民 也成为瑞士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房租高涨 教育卫生和运输等硬体设施超赛的问题 以及犯罪率逐步升高等趋势 也伴随而来 瑞士国会最大党 拥有四分之一席次的 右翼瑞士人民党 这一次锁定外来移民 所主导的公投效应 会身为文化大融入的瑞士投下变数 未来的情势将持续发烧 牵动着28个欧盟会员国的神经 瑞士想要利用限制移民数量的办法 来缓解沉重的经济社会负担 但是却引起欧盟的不满 这会不会造成双边关系的紧张 值得我们观察 接着我们来谈谈肯亚的大象普查 东非的肯亚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 独立之后经济发展迅速 首都内罗币更成为东非的金融中心 另外肯亚的交通和基础建设都相当完善 农业发展占了GDP的25% 是全球最大的红茶出口国 而肯亚境内有著名的东非大列股 野生动植物也相当多样 观光资源相当丰富 旅游产业创造了GDP的60% 目前肯亚政府为了维护大象的栖息空间 正在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大象普查 过去三年的普查让象群逐渐稳定增加 再加上肯亚政府在1989年颁布法律禁止象牙贸易之后 使得道理的情况大幅减少 野生象群的生存空间也因此越来越有保障 清晨的太阳才刚刚露脸 草原上的一群大象已经浩浩荡荡的开始漫步 不远处的草原上 肯亚野生动物协会的工作人员 正在仔细检查许多架小飞机 准备飞上天空开始实行任务 肯亚野生动物协会 在肯亚以及坦尚尼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对大象及大型哺乳动物展开为其一周的普查 除了动员超过130人在地面实地勘察之外 还出动18架小飞机从空中间看 这场高难度的普查 从肯亚查沃的东西两座国家公园 到坦尚尼亚的姆科马骑国家公园 范围涵盖48000平方公里 非洲象的族群分布在37个非洲国家 除了波扎那共和国 坦尚尼亚 星巴威 尚比亚 以及南非以外 肯亚也是象群分布最密集的国家之一 查沃地区更拥有全肯亚最多的大象 联合国华盛顿公约组织 藉由全球各大保育组织的协助 2002年在当地展开第一场大象普查以来 每隔三年都会进行一次 每次普查耗资将近800万台币 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大象普查 除了国家公园里的大象数量之外 保育人员也想了解 非洲象在过去三年内的迁徙路径和活动范围 借此了解当地土地开发的改变 对非洲象数量造成的影响 非洲森林里的很多树木 都必须仰赖非洲象传播种子 因此非洲象的分布 对当地生态体系至关重要 但是盗猎者为了获取高利润的象牙 无情猎杀非洲象 1967年 当地的大象大约有3万5千只 1988年 因为盗猎问题加上干旱严重 大象数量只剩下5千4百只 1989年 肯雅政府明令禁止象牙交易 盗猎情况有所好转 肯雅野生动物协会表示 2011年的普查发现 大象的数量在3年内 从2009年的1万1千多只 增加到2011年的1万2千多只 但是近年来 盗猎情况又开始恶化 肯雅在去年1年内 就有至少250只大象丧命 而在2012年 惨遭杀害的非洲象 更超过360只 去年12月 非洲国家在波扎纳共和国 召开非洲象高方会议 会中指出 如果再不二指盗猎活动 非洲象将在未来10年内 减少20%以上 保育人员希望这项普查 能帮助国家公园管理处 以及当地政府 制定未来的保育政策 让非洲象逃脱被盗猎者杀害的命运 保护大象是肯雅政府的重要政策 然而除了大象普查的办法之外 无人机的使用 也是一种有效打击 非法猎杀大象的好方法 不过无人机的发明 原本的用意并不是为了保护动物 而是为了减少战场上的人员伤亡 现在这种无人机的用途 又被扩大用途在景观摄影上 在捷补寨有一家个人影像工作室 利用无人机大范围空拍 去世磅礴的景观 创造了无限的商机 五年前一台摄影用无人机 要价三到四万美金 现在大约七百美金就买得到 这比起传统租借直升机空拍 几个小时就要好几万美金 要来得便宜又方便许多 不过目前无人机在基数上 仍然有电池续扬力和操控等等问题 还有待解决 美国以色列发展军用无人飞机领先全球 在各大战场上负责勤搜 甚至发动攻击 伊朗制造出全伊斯兰最大的无人机 期望与以色列抗衡 欧盟也在去年11月成立无人机俱乐部 非洲肯雅倒流问题严重 逊手团体使用晶片与无人机 不但节省人力 更能精确地打击非法 菲律宾海燕风灾 出发生时 杜鲁湾灾区无法进入 瑞典公司使用无人机 将第一手画面传回 提供救灾参考 无人机意想不到的方便 无孔不入的恨心 柬埔寨导演脑筋动得更快 台湾知名空拍导演 齐柏林曾说 如果你没有看过 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 空拍观赏柬埔寨古庙 神圣壮阔之美 来自于他全知的角度 如同上帝一般的俯瞰 因为有了无人机 现在市井小民也能尝试 龙章是一名美国籍的影像工作者 他回到家乡柬埔寨 开设影像工作室 也引进了无人机摄影 无人机因为战争而出名 但能应用在摄影上 主要是因为上面再有 螺旋桨的成轴 老板手上拿的是六成轴的摄影用无人机 每个轴的尾端配有螺旋桨 让整台机器可以平稳升空 而且动作也能精准掌握 这家六成轴无人机 能够载运较大的机器 要价6000美金 如果显太贵 或是要求机动性更高 老板还有这种迷你型 放手后几乎停留在空中 即使只有四成轴 也同样能够把握平稳的原则 而且只要1300美金就可拥有 无人机能顺利发展 主要是价格在近三年下降了九成 而且操控简单 若飞离控制范围 还会自动回头 一般像这种大全景 摄影师要坐上云梯般的重型摇臂 一个镜头就是一整组专业人员 拍电影追求品质 该花的钱不能省 但若是要求降低成本的商业广告 导演提供你不同的选择 欧美价廉是老板们的主张 但汽车的品牌形象广告 质感更是重要 现在只要无人机就能办到 但这项新技术 也有许多带改进的地方 披萨和大小的无人机 垂直速度可以达到 每小时21.6公里 水平移动时速也有36公里 但是遥控范围只有300公尺 电池一次也只能飞12分钟 除此之外 方向感也是很难克服的麻烦 它很难知道哪一方的颗颜色 所以你不能真正硬 你不能说哪一方的颗颜色 那是一种困难的事 你认为你飞回到你身上 而其实你飞回到你身上 我们全新的思维方法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决心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